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古朴勾成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 元代古朴玄线奇经中的死活排局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 关于脚上的攻防进推的变化 叫西庙式 请看棋盘 这个西庙式呢 这个是关于黑旗怎么杀白脚的问题 这个旗呢 这个要杀白脚呢 有各种各样的手法 但是黑旗要注意 这个不要让白旗走成有弹性的旗形 因为白旗毕竟呢 在脚上站的空间很大 如果这个旗靠这个 这个是最笨的 白旗虎住 黑旗在顶 白旗在岛上 几步旗走再一看 这个已经没法杀了 这脚里的空间太大了 这个黑旗呢 攻击失败 这个等于是帮了白旗的忙 还有的进攻说法呢 是从这里靠 白旗当然也只好从底下搬 黑旗这个时候刚才说过了 走这个是最笨的 这等于是帮别人走齐了 这样一交换呢 盘面上变化就没了 所以黑旗要想办法呢 必须要在这里 也许还能折腾点东西来 这个时候白旗要注意 不能随意的去吃这个子 吃这个子很方便 你比如这么一叫吃 他基本上已经不能跑了 如果硬跑的话 白旗从底下叫吃 不要从上面叫吃 从上面叫吃 黑旗一吃下来 把这个子一吃住 再一看白旗自己两个断点 连不上了 所以这个旗呢 白旗要从底下叫吃 这样的旗行就 显得就很麻烦了 这个不是简单就能杀掉的旗行 假如黑旗接住 那自然白旗在这边立 或者叫吃也可以 直接把它吃了就完了 如果从这里掐吃 这个旗呢也很有趣 白旗现在呢 这个有两种下法 一种是把它提掉 这样呢可以确保 简单的就活了 黑旗不能再铺这个了 铺的时候 白旗立下去 这个就脚里太大 这一只铁眼 脚里这个子死掉了 黑旗如果度过呢 当然是可以的 问题是白旗在这街上 这样的眼位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旗呢 黑旗进攻失败 还有一种变化 黑旗打湿在这的时候 白旗也可以立下去 我不吃你这两子 这个 我让你回不了家 黑旗这个时候 这个子已经逃不掉了 楼吃也没有用 提这个嘛 这个子被吃了眼位了 这样 勒吃破盐也破不了 因为什么呢 你脚里那个子是死的 这里尽管你能把这只眼打掉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打掉了这只眼之后 再一看 还是没齐下 因为这只眼是铁眼 所以这样的黑旗忙了半天 损兵折架 这个攻击是失败了 有段打吃 尝 再吃 这个时候如果从这儿叫吃 黑旗毫无疑问是可以回家的 问题是白旗 把这两个字一提 这个眼位也都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变化呢 对双方来说都不是正解 这个里边走的有很多问题 单靠 挡住 黑旗断 白旗这个时候去吃他这个 刚才说这个吃是不对的 尽管我们摆了几个变化 白旗能在局部做活 但是这个做活是怎么来的 我们要说 正是因为黑旗走错了 黑旗这个事 多长一个事没有道理 等于给人送眼去了 说这个旗要走什么呢 就别在这边走了 从后边度过就完了 除了叫吃度过 白旗只好提掉 但是提掉了以后 我们怎么看这个地方 白旗眼位都不够 做不活 所以这个打吃 实际上不是正确的下法 非旗只要能应对了 不要这个子了 从底下打吃 这个白旗就死掉了 因为这地方局部没眼 这个也不成立 这个别想着人家从这吃 你这么团过去 把这个眼做做好 这做出眼来了 不是这么回事 人家从这边吃 你只好提掉 这回该黑旗走的时候 黑旗已经走不走都可以了 这已经做不活了 所以说白旗 黑旗扭断的时候 白旗从这里打 这叫做错旗 不能从这叫吃 但是同样道理呢 也不能从这叫吃 从这叫吃 还是期待人家就这个子 这样白旗把这个一吃 脚里有眼 边上有眼 对活得很清楚 但一扭断这个旗应该怎么办 这个白旗刚才说过了 不能从这吃 也不能从这吃 这个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从这吃怎么样 黑旗呢 要下得狠一点 一块吃 白旗这个旗 现在还是可以吃这个子 但是无论你从这里叫吃也好 或者从这里叫吃也好 黑旗都不会逃这个子 一逃这个子就要上当 从这叫吃 说这么一逃的话 我们看到他从这叫吃 提两个子 视之眼 这里边就有问题了 或者呢 从这边叫吃 黑旗呢 也是从底下叫吃 也不会去接这个 被你这么吃掉 不可能的 还是从这吃 就是说 这样的旗行 不管走什么 这个黑旗只要从一路度过 这个白旗就死掉了 因为白旗提起来没有用的 提起来是一只假眼 这只眼两边都做不上 也就是说白旗在这打的时候 黑旗只要狠一点一立下来 这个旗是活不了的 白旗这叫吃也好 这叫吃也好 黑旗都从一路度过 那个白旗要从一路度过 吃这两个呢 那黑旗自然就从这里打下来 这个也就没什么办法了 你跟着只好脚上提两子 黑旗把这接住 我们看到白旗费费了半天劲 虽然在脚上吃掉两个子 但是局部是不活的 我们刚才看的变化呢 就是在这里这么打吃不对 这么打吃不对 这个打吃也不对 因为人家可以力道 多送一个 那白旗现在能选择的变化 就太少了 只有一种顽抗的 抵抗的办法 就是从这儿叫吃 这个时候 黑旗呢 如果妥协 从外边打吃 白旗提掉 能先手活一个脚 白旗应该很满意了 而且从解死活提的角度来看 在黑旗重围之中 白旗能活脚 也是成功的 这个反过来说 白旗的成功呢 应该就是黑旗的失败 所以这个黑旗这个下法 是不能接受 还是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全杀呀 白旗打的时候 黑旗如果立是怎么回事 要说全杀 但是这个时候呢 这个我们说这个全杀 还是很有难度的 白旗如果吃这个 黑旗一打吃 这回白旗死掉了 等你提两个之后 他把这一沾 刚才那边提两个不活 现在这边提两个不活 白旗上当 但是我们说黑旗 从这立的时候 白旗可以转身了 现在可以去吃这个 由于有这两个打的交换 一路先打了一下 没有这个打的交换 黑旗直接反打吃 他从一路上逃回去了 逃回去白旗就死掉了 所以白旗先打吃是好刺去 先把黑旗搅上两个子的退路断掉 再打吃 黑旗如果沾上 这边呢 就把这个两个子吃掉 这样呢 这个局部呢 就形成有趣的变化 然后呢 这一边的沽沙变化呢 还没有完 分析如果叫吃 这是很笨的下法 白旗接住 也好 提掉 也好 都活了 所以尽管走成这样 白旗作战成功 但是黑旗还是有期可下 出这个 这个也是很凶的招法 追杀 白旗如果提这个 所以旗追杀叫吃 由于白旗脚里气紧 没办法站在这 只好继续提 这样呢 黑旗再往里扑 接二连三的往里送死 白旗还是不能在这里接 还是只能提这个 这样我们看到了 黑旗再提过来 破这个眼 由于这边白旗呢 只有一只眼 咱们也做不成两只眼 所以脚里呢 这只眼的争夺 是至关重要 所以这个结果呢 下成这个扭断的结果 是双方最强的变化 我们发现最终的结果 这个是个打结杀 我们再回过来看 这只旗呢 这个通常利益上的旗呢 就是很有意思的 有很多变化 靠这个 搬这个 扭断的时候 白旗从这儿叫吃 这个是最凶的 黑旗这个时候非利不可 不利就活了 白旗在吃这边 这样呢 这个形成了打结杀 黑旗接住 白旗叫吃 黑旗往里扑 扑的时候 如果提这个呢 就需要这么叫吃 如果白旗提这 单提这两个 黑旗也别从这儿吃 这一吃 人一切 尽火了 前功尽弃 这个时候 要坚持战斗 继续往里扑 这个才是最凶的进攻手法 坚持刚才的打结方略 白旗现在不能提这个 如果提这个好了 人家不打结了 人家把这个接回去啊 脚变成镜死了 所以黑旗扑这个时候 白旗非提这个不可 这样呢 黑旗再打吃 利用这个白脚弃紧的弱点 永远他不敢在这里沾 只好提掉 于是我们看到 局部又出现了打结杀 这个打结杀是不是正解呢 我们看 这个旗黑旗 还可以讨论 有没有更好的杀旗手法 这个旗呢 是要研究的 越研究越有意思 这个扭断不行 如果单靠行不行 这又是一种变化 单靠的话 白旗如果退 这个黑旗哈哈笑 从这里一度过 这边这个一路立的 这个硬损他用上 用上以后这个地方 白旗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有两只眼 如果从这里立 从这一搬 这也没法收拾 下边如果你断 他就叫吃 你叫吃 他就把你提掉 这两个白子连不回去 也没法和黑脚对杀 再叫吃也没有用 就老老实实接住 还是两个段 白旗死掉了 所以这个斑 白旗这个力就失败了 这个斑也不行 看着很紧凑的 但是黑旗现在不去扭断 这个扭断变化 我们刚才说过了 白旗有一个这样打吃 这一打吃以后 至少是一个结了 问题是你斑这个的时候 黑旗实际上 已经看到了后路 已经不用在这边 继续和白旗纠缠了 可以直接度过 这个直接度过 之后呢 白旗尽管这里还可以扑 提掉 或者利或者小尖 都是先手 但是我们仔细一看啊 无论这个小尖也好 这个利也好 就算是先手也没有用 推旗就算在上边补 这个底下白旗 无论这个子放在这也好 放在这也好 跟这边活旗都没关系 做不活 也就是说 只要一辈子度过 白旗这边就死掉了 坐眼空间没有 所以白旗还要考虑 怎么办 要搬这个 搬这个以后 黑旗如果从反搬 这个又回到我们刚才 摆过的变化了 抹断对杀的变化 又变成白旗叫吃 这样呢 又出旗了 说不往上搬 往上退行不行 这样呢 白旗压重 这个旗如果被白旗虎嘛 当然这活的太清楚了 黑旗尝尝看 有什么用没有 白旗接住 假如走成这样的结果 我们说黑旗很不幸 黑旗尽管在这 挤先手 搬先手 这有一只眼 但是白旗的外旗啊 实在太长 这个是没有办法杀的 黑旗在脚里 想做刀帮舞之类的东西 这个也是做不成的 因为这里边的 还是这个气啊 太长了 白旗只要随随便便 把这个地方眼威阔阔大 走这也好 走这也好 坚持把眼威阔大 里边黑旗就算有一只眼 又能怎么样呢 白旗就有这么多的外旗 黑旗做眼 没有用 局部无论如何 也做不成眼杀 所以这样呢 这个 又活了 也就是说黑旗这个靠 煞费苦心的靠 被白旗一搬 这里边又要出问题 现在我们排除了几种下法了 这个排除掉了 人家底下一虎 这大眼位子太宽了 这个也排除掉了 因为扭断的时候 白旗可以先从这叫吃 是好次序 这两个已经回不去了 就算立了也回不去了 这个也排除了 因为白旗可以顽强的搬 你如果反扳 他就从这吃 还原成刚才那个图 你如果承 他就从这里压 这个旗呢 还是走不动 这里边承也没有用 白旗就接住 这几个下法排除之后 我们就要另辟蹊径 这个旗啊 感情不是从外头 向你进攻 从外头向你进攻 这个战略方向不对 你怎么从外头 靠了扭断了 挤压了 脱了什么 这白旗里边空间缩点够大 杀不死 这个堡垒 从外边没法进攻的时候 那个唯一只有换种思路 就是从里边往外杀 来的中心开花 这个旗呢 要从里边往外杀 直接点到他的要害的地方去 我们看这个旗是很有趣的 这个怎么刹呢 点进去 这个是要害 一看好像是送 你这不是送人吃子吗 哎 但是这个妙渠就在这里边 你送吃了以后呢 这里边就有旗了 黑旗点这个时候 白旗不能这么样硬 这样硬的话 黑旗冲 白旗倒 黑旗叫吃 白旗接住 黑旗再叫吃 简单的一气就把它杀了 这样的话 白旗什么变化也看不见 当然是不行的 甚至呢 这样的旗行呢 这边再宽气 它也不行了 所以点的时候呢 它不能在这儿硬 也不能在这儿硬 这个黑旗捅着 直接就回家了 黑旗回家之后 脚里这个地方 眼位 肯定是不够的 坐不活 所以黑旗点的时候 白旗唯一的应手 只能在这儿 从上面压 接下来 黑旗再往里长 有趣 这个是进攻手段 白旗还是只好沾这个 这是没有办法的 非硬不可 假如这个旗挡在这儿 黑旗冲 白旗挡住 黑旗叫吃 只好接住 黑旗这个时候 只要别在这儿紧气就行了 你在这儿紧气 可帮了他的大忙 他一紧气 这个时候 黑旗三个死掉 这招是低级错误 要从这边紧气 有一些要一起吃 白旗如果接上 黑旗再从外面紧气 这样看得很清楚了 局部对杀 这个是黑旗快一旗 这个白旗被杀 这个要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黑旗往脚里长的时候 白旗挡这个的变化不能成立 这个如果挡这个 他一冲过去 这边的气数要不够 这个不能挡 这个也不能走 走这边这个时候 被人直接就冲回去了 这个也不行 所以只能借在这儿 好 这样我们回到这个 西庙寺的正形 这个西庙寺有两种旗形 我们现在介绍其中一种 是空的旗形 需要黑旗发现二路点的庙寿 去杀旗 这个西庙寺里边 古府传了很多 还有一种版本 就是简化版 什么是简化版呢 就是直接就把这个图形摆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因为《学院其经》这个作本书的那个死活题呢 这个难度不是很大 很多时候呢 他为了直观清楚 他就把一些学妙的变化过滤掉 直接呢摆成看得清楚的形状 像这个题就是一个例子 也可能是前人创作的时候 就直接做成这样的旗形 当然也有可能是后人改进的 因为看着这样的空旗形 看着这样太复杂 里边藏的变化太多 这个我们干嘛要动这脑子 这个让人后人找不着路啊 干脆就摆成这个样子算了 点你只要挡上再长 你只要接上 这样呢我们再去动脑子 但是这样一来呢 把很多变化就走没了 所以说对于古朴的时候 这个有很多啊 也要分清楚 要进行整理 要筛选 分清楚到底是什么人改的 后人对这个题进行加工过没有 这个都是很有趣的地方 好 现在我们回到正题 来看这个局部 摆成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解法 现在这个时候呢 黑旗还是不能往里脚里去 因为什么 这个我们变化摆过了 白旗一般 长期杀小眼 这个黑旗无论怎么挣扎 都不行 因为黑旗最好的挣扎 这么紧气 白旗接住 黑旗说你紧气好 先把这个扑掉 白旗就提 黑旗再搬 白旗叫吃 黑旗接住 白旗也接 黑旗立这个作眼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白旗这个外旗就发挥作用 只要里边一个个紧气 将来从这接 再紧气 再紧气 这就把黑旗给吃掉了 黑旗在这呢 还有一个变化 是可以做缓气结 但是这个结呢实在缓的太多 搬 叫吃的时候 做缓气结 大家都会了 我就硬做这个 反正你现在不能搬 你搬这个 我一叫吃 你从这后边追杀 不入气 这就变成了打结活 当然你做结 白旗就老实 截堵 这也没有什么关系 你做结就做结吧 这个结你要只好这么做结 这个缓气缓的很多了 所以这个杀法呢 不是正确 做缓气结 这个招太笨了 把一个一个往里拱 做缓气结 太辛苦了 所以这个棋呢 要想 怎么把他这个地方 缩小他的这个抵抗空间 这个地方要想办法 利用这边这个硬村 这个硬村现在有用 如果没这个硬村 我们说这个棋呢 黑棋只好奔着这个去了 然后想办法在这里 做打结杀 现在有这个硬村 就完全不一样 我们看待会儿 看这个变化 说为什么不一样 黑棋直接这个变化 是要靠什么呢 是要靠脚里这个地方 想办法在脚里坐眼 甚至呢 想办法要在脚里活棋 这个猛一听 好像这不是说天方夜谭吗 你怎么可能在脚里做活呢 哎 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 黑棋要把刺激走得好 这局部啊 还真是有棋可下 但是前提当然是这个有这个子 没这个子 你好多好多后续变化是不成立的 看着说好像这个子跟这没关系 哎 下一招出来马上就有关系了 这招好棋 这招这个要空点 这招是妙手 这个点的时候啊 白棋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非党不可 这坚决不能让这个子连回去 因为什么呢 你如果冲这个 黑棋从这边渡过之后 这个角 吃两个活不了啊 没有坐眼空间啊 你还是要吃这两个 你这力倒了之后 这边该人家走了 人家随便哪扔一个 这眼位都不够啊 对吧 活不了 所以不能让他渡过 只好呢 去挡累 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看到了 早先这个点啊 起作用 这个硬腿都有用了 为什么 点完了我要渡过 如果没这个子 我能点吗 我点你冲在这儿去了 我这个逃不回去啊 你逃的时候被他吃掉 只好再叫吃 提掉 等于你拼命在这儿破眼的时候 他从这儿一搬 这儿出了一只奇妙的眼位 你假如再从这儿 抵抗都没有用了 他这个棋 已经不会在这儿沾了 这个棋已经可以从后面 这个他从后面追杀了 黑棋提节也没用 提节的时候 白棋可不是提这个 白棋要提这个被黑棋沾 这可就悲剧了 这是典型的刀半舞 这个 所以这招提完全是 没有走脑子 这儿的棋型 提这个干什么 这边别提了 主题是怎么在这儿做活啊 赶紧趁着他提节的时候 从后面追杀 不让他做刀半舞 黑棋这没法做刀半舞了 这是进入点 气景 黑棋现在提这个什么之类 都是没有用的 假活 提了这个时候 白棋再反提 还是死的 根本就没有路走 所以说 这样一来呢 白棋就静活掉了 这个偏话图 为了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这个硬腿的重要 如果没有这个硬腿 单点这个时候 人家可以冲这个 这样呢 这个子尽最大努力 最杀了半天 也杀不死白角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 这是前提 这个有了前提之后 然后怎么办呢 点这个就变成了妙手 点这个时候 白棋不能让他回家 刚才说过了 如果走这个 他用过 连这个力 这都是后手 这都做不活了 这里没有先手味道 所以白棋要抵抗 也只能挡住再看 这个点和这个交换 看着好像是费劲 但是他有用 现在黑棋要想办法 做活了 挤这个 这个是命令式 我要断你了 白棋冲这个 是不能成立的 冲这个被他断掉 这个直接就没有下一手了 这个地方杀气 黑棋快一气 脚里白棋怎么挣扎 也只有一只眼 走一无条件的 只能接上 黑棋这个时候 如果走这个 这就不对了 白棋一般 黑棋挡住之后 要求做活 白棋拼命点眼 黑棋提 白棋再杀 黑棋只好做这个结了 这样呢 局部又出现了打结杀 但是我们说这个打结杀呢 还不是正确 黑棋 还是有更好的下方 说千万已经 把这些手筋都走了半天 都走对了 都已经走的 次约都走到这个程度了 千万别接这个 你接这个被一斑 这里边无论如何 都是一个结了 所以要怎么办呢 要先立这 这边要求度过 你不让我度过呢 这边就要求做活 这个是直四 这个一活了 白棋肯定就不对了 外边走什么都不行 白棋如果冲这个 黑棋可以从这过去 这个挡不住 你没法挡不下来了 黑棋这几个子一要逃回去 脚里白棋掩位 这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很成问题的 所以这个地方 有这个恰的手段 这个很多人都看见 但是为什么要先点这个 这个是好次序 先点的时候没有变化 它只好挡住 然后黑棋再动手挤这个 白棋接住 黑棋再立 这边要做活 这边要度过 这个就很清楚了 他现在这个东西 如果把次序变一下 黑棋没先点这个 次序就不对了 比如先挤这个 白棋当然也是接上 黑棋现在如果搬 白棋当然不肯让他度过 现在再来点 完了 你再点白棋不挡 挡了被你做活就无趣了 所以白棋一定会冲这个 等黑棋度过的时候 黑棋以为也杀了白棋了 如果你力倒 这个地方做这个 但是这个地方白棋随便一扑 做不成刀半舞的时候 对黑棋就擦了 这个白棋吃着就活了 所以这个后点 对局部的就有变 要先点 先点的时候 白棋只好挡住 黑棋在冲之里 重手进攻 白棋只好接住 黑棋力倒 这样的变化就没有了 直接就把他杀死了 所以白棋再走这个 跟外边较劲 这也为时已晚 黑棋就脚里做活就完 白棋这边 他因为一只眼都没有 所以这没法挣扎 尽管这有一个加过 黑棋如果接住 白棋度过 还能折腾折腾 当然这个折腾也很有限 黑棋随便扔一个 这个白棋 整个的都是不对的 一只眼都没有 还有一种下法呢 就是黑棋 让一让 虎这个也可以 白棋叫吃 黑棋别打吃 打吃的一提 这地方就要出截了 黑棋可以冷静的单退 这个实在化 也是没什么大出息的棋型 这个也是活不了 但是这个外边的棋型呢 暂时我们先不讨论了 就是说这个局部 我们要看到 他的妙手何在 就是这个组合 局部的组合要走对 先别送 把这两个子送大 甚至这两个 他吃了你不活的时候 要先点这个 逼着白棋 只好等这个 次序走好了以后 再从这 要休息 要紧弃 白棋只好接住 黑棋再立倒 这边要渡过 这边要做活 这样呢 黑棋通过巧妙的 行其次序 最终可以净杀这个白角 下面呢 我们来欣赏 学员其经中的点措施 这也是一道 在角里的对杀题目 其他棋盘 临到黑棋走 问黑棋 怎么去杀这个白角 这道题 看着稍微有一点绕 在实战中呢 很容易就错过去 就被这个白棋 这个蒙魂过关了 第一招呢 都会驾我看 因为什么呢 第一招必须要点在这 这个是双方必争的要点 因为什么 这个棋如果不走 比如说你从桥里破眼 白棋做这个眼 直接就活了 这个一支铁眼 这边又带一支铁眼 没法上 或者呢 如果这边这个断 就要求白棋 这边有用的时候呢 他也可以走在这 这个棋 也很有意思 尽管黑棋一动手 这里边是一个双活 但是白棋这个粘了以后 挤住了将来可能对这个断点 外边断点有点关系 也许这样活比较好 这局部是怎么回事 黑棋点 白棋挡住 黑棋再点 白棋再挡 即使黑棋在这里接住 这个也不过是个双活而已 所以这个棋呢 走成这个样子 白棋也活了 当然白棋就做这个呢 看的也很清楚 也活了 所以这个不行 换一种变化 如果从这儿冲怎么样 当然白棋还是做这个眼 关边不离其中 你如果破这个眼位的时候 白棋脚里有一只眼 你如果去这边破眼的时候 白棋把这个护下来 这个也活了 所以 这个冲也没用 他做这个眼了 所以先做这儿铺有用没用 也没用 白棋不管 就是做这个眼 做完眼之后 这边或者这边要做眼 或者脚里要做眼 这个要点一被他抢去 无论怎么看 白棋都是静活之行 黑棋就没去了 所以黑棋第一段要想杀棋 非点在这儿不可 这个是一定要走得起 下面我们看白棋怎么抵抗 白棋如果走这个 扩大做活空间 这个棋呢 黑棋要注意 千万不要上了对方的圈套 如果你这时候跟着往里破眼 说你想做眼 我偏不让你做 这个是错误的 下边 这个棋 白棋呢 这个在这里 随便 再把这个等住 意外的 这边空间做活的够了 黑棋 再走这个也没用了 白棋这地方 贴上也越来越大了 所以黑棋还只好先扑 但是你扑的时候 白棋可以提掉 仔细再一看 黑棋 没法杀 走这个没有用 杀不了 这个只不过是双活而已 走完了继续再让你走 还是没用 还是双活 两边这个地方 你都不敢走 所以这样的棋行 黑棋跟着往里一破眼 这就上当了 所以白棋挡这个的时候 黑棋别跟着去破 要走什么呢 要先冲他这边的要害 从这一路冲 这个是冷静的下方 白棋如果等这个 黑棋再去破眼 这个就不完了 这一下就把他 这个眼位空间全破坏掉了 这里无论挡这个也好 沾这个也好 都不是眼了 白棋如果等这个 脚里有一只眼 但是黑棋从一路上可以渡过 这样也是净杀之行 所以黑棋呢 冲的时候 白棋正好等这个 等这个的时候 这个黑棋呢 他要记住了 不要往里扑 别想着净杀人家 你这一扑 白棋想着让白棋一提 黑棋再一破眼 这个吓得太理想化了 走不成这样的结果 黑棋扑的时候 白棋这个时候 要冷静 赶紧整体安全为最大重要 赶紧挡这个 这叫气尾逃生术 白棋 黑棋尽管先手提起两个白子 但是白棋站在这 整体上做成了静活 这个棋黑棋进攻失败 也就是说 黑棋这个时候 不能去扑这个 扑不到 当然扑这个更坏 扑这个是帮人的作业 文静一提 你再去吃这个 还想这样做成打劫杀 想的是不错 但是呢 在第一 你这样打劫呢 已经亏了 因为你这多送了一个 你去叫吃 现在人家不理你了 你还得再花 两手棋打赢这个劫 才能吃脚 前后花的手术太多了 这是失败其一 失败的旅游 还有一个 就是你扑的时候 扑错地方了 刚才扑的时候 人家挡这个座 你扑这个时候 人家还是可以接这个 这招棋 给人送眼去了 下面黑棋走这个 人家就提这个 做一只完整的眼 黑棋还是提这两个 但是白棋 在这儿都可以做活 所以这招棋扑呢 扑的也不对 黑棋点白棋挡 冲再挡住 黑棋现在要走什么 才是正确的下法呢 要叫吃 这个叫吃 白棋难受了 白棋不能接 白棋如果接着黑棋 再往里冲 这个可不是双活 这个是标准的 钉似器型 下边黑棋 这里可以送一个 送成钉似 把你整体的杀掉 这个白棋变成了 镜似了 教师不沾走什么 那只好走这个抵抗 但是这个结呢 是黑棋有利的 缓一细节 就是说黑棋 现在马上提结 当然没问题 黑棋即使不马上提结 放在这儿 白棋也不敢沾这个 沾这个人往里冲就死了 白棋还要再花一首 这才是锦棋节 黑棋再提这个节 这才是锦棋节 所以这个节的情况 这个对白棋就太不利了 所以黑棋点 白棋拐这个 黑棋冲的时候 白棋等 黑棋叫吃 白棋只能做这个节 尽管结果是节 但是我们说这个结论不正确 这个白棋的下法太笨了 点这个 挡这个时候 这边是节 如果白棋挡这个怎么样 我们说挡这个 眼位不够 所以黑棋在这里边 这个 如果先去铺这个 白棋一挡这个 这个倒是要活了 下边你如果往里再破眼 白棋就把这个提掉 你再捅这个 这回由于这多出一个空间 这个里边 变成了标准的双火 这个黑棋进攻失败 所以白棋挡这个黑棋 千万别在这扑 被他一拐到这个 他就要活了 说你这个时候我往里单冲怎么样 单冲人家挡在这 你这两个还是死的 这边脚里出了一只眼 要活掉 所以看来这个地方 不能让他在脚里做 扩大做的空间 白棋挡这个时候 黑棋要很 赶紧顺手 往里破一下眼 这个白棋就没招了 现在不能挡这个了 挡这个被他这个字度过 眼位就全没有了 但是你现在挡这个也不行了 等你挡这个时候 黑棋再从这里扑进去 这个也没结了 无论怎么看 都是尽死了 你再提再破眼 你挡这个 他就在这送吃 眼位也没了 所以这个挡的下法也不能成立 被他多爬一下 立刻就死掉了 说这样的棋形 挡不行 挡这个 挡这个也不行 挡这个也不行 接这个又怎么样 这个也是 有点欺骗性的下法 黑棋如果 非还是从这走 把黑棋挡下之后 我们看到意外的 这地方活了 下边再点 没有用 挡住 在接的时候 黑棋后手 局部还是双活 这个黑棋进攻 大失败 所以点的时候 白棋如果接这个 黑棋这个时候 不要上当 不要急着 在脚里先动手 要单出 看白棋走什么 白棋如果挡这个 黑棋就破眼 这里边 怎么也做不活 你在挡的时候 他从这破眼进攻 没法活 也不能走这个 走这看着他度过 这个 你知道自个儿 后手扑结了 所以 还是得挡这个 效果当然也是一样 结果 也是打结杀 这个下法呢 都不如这个下法 尽管都有结 但是不如挡这个 所以说黑棋第一刀 点这个时候 白棋挡这个 这是局部 最强的应手 说为什么最强的应手 就实战中呢 你要多找出点变化 给对手制造点麻烦 你给对手制造的麻烦越多 对手犯错误的可能性 才越大 你都把对手逼上一条路了 他不会犯错误 该怎么走 就怎么走了 所以这个棋挡这个 是最有欺骗性的下法 接下来 如果黑棋从这里脚里破眼 我们看到白棋把这个一接 这个很清楚了 这个 又要变成双火之星了 出是不行了 出的时候人挡住 你再铺提掉了 两眼近火 点这个人挡住 意思也不大了 最多 不过就是一个黑棋的后手双火 接上没有用 杀不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这个 黑棋破眼是不行的 如果从这里破眼 当然白棋不会提 白棋如果一提 黑棋这里边往里面送 这回要静死了 怎么一个地方也做不活了 但是你铺的时候 这个白棋肯定可以想 怎么安全的运转 这个角里的眼一做 外边这个 已经没有杀手了 这个子 怎么也逃不回去 这还有一只田野 白脚呢 又静活 所以白棋挡的时候 黑棋这个第一个不能从这破眼 第二个也不能从这破眼 那只有从这边去收拾他了 冲 就变成了好棋 冲的时候 白棋在这里没法退让 白棋如果接在这 黑棋先手再一冲 白棋挡这个的时候 加了一破眼 这个完全就是静死的棋型了 一步一步压缩 把白棋的眼围压缩到可怜的程度 杀死了 直接冲的时候 白棋也不能等这个 因为等这个的时候 黑棋就破眼了 这个地方你做不成眼 这两个点 你只能站到一处 你也死了 冲的时候 走这个当然也不行 走这个他是度过了 他逃出去你还吓什么 所以白棋 当黑棋冲的时候 白棋只能走这个 这就形成了我们这道题的主题 给大家分析了半天 绕来绕去 绕来绕去 先点这个 再挡 再冲再挡 这个时候考验黑棋的智慧 拿不出招来 这个棋 白棋就门混过关了 我们刚开始 一开始解这道题的时候说过 说这道题在实战中 经常可能门混过关 指的什么 指的就是现在这个棋型 很多朋友遇到这样的棋型 不会上 出不了棋 出不了棋 白棋变成近活 比如说 走这个 他作严 这是近活 你想扑一个 想让他提了 再走这个 想法很好 但是走不成这个结果 因为什么呢 你扑的时候 白棋要金蝉脱鞘了 那三个子不要 确保 这脚里一只眼 确保你这个子逃不出去 白棋大部队又火了 所以这个黑棋 这个进攻也是错误的 这个地方不能扑 是送眼 这个地方扑眼的话 那边白棋要做出一只眼 扑的时候 人家要金蝉脱鞘 活在脚里 所以这样的棋呢 需要一点想象力 但是说 你如果事先就知道 这有藏着这个手段 那我告诉你 这有棋 谁都会下 为什么 这手术 手段是被逼出来的 你说这有棋 那你就往这有棋上琢磨吧 这招就能走出来 但是在事先 在想不到的情况下 你也说这里有棋 那就是你的水平问题 所谓的有棋是什么 就是这个棋要往里送 妙手 这个送进去以后 这个棋才有杀招 这个叫死中求生 这个扑进去看着好像 当了他的盲 但是这个地方呢 很妙 白棋只好提掉 这是没有办法 提成这个样子之后 黑棋还是要扑 这个接二连三的扑 就是这个 这道题目潜在的主题 如果白棋再提 黑棋现在可以扑这扑眼睛锅 下一步棋 或者黑棋提掉这两个子 把这个眼变成假眼 或者白棋提掉这个时候 没有用了 白棋提掉这个时候 黑棋从这扑眼进攻 这个黑棋都是作战成功 所以在这样的棋形下 黑棋扑的时候 白棋没有办法 既不能提 也不能沾 沾是自动投降 这只已经变成假眼了 提的话被人一扑 要变成静死了 所以这个时候 黑棋连续的扑很妙 但是白棋的抵抗手段也很巧 白棋这个时候可以站在这 这样呢 局部黑棋只好提这个结 这就局部形成了结征 所以这道题呢 这个主旨不在于点击个眼 而在于冲了以后 形成这一路上的连续的送子两扑票手 这个如果我们有这个扑的概念 将来遇到这种提醒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运用扑的手段 制队防御死地 下面呢 我们来欣赏 学院七经中的一道短小精悍的题目 金不换事 这个请看棋盘 怎么个金不换呢 就是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现在轮到黑棋走 这块鸡已经本来给走死了 现在能不能死中求活 这个需要拿出点金不换的本事来了 通常情况下 黑棋现在两只眼只能做出一只眼 你如果提这个 白棋破这个眼 这个下边呢 这还可以再多一下 但是没有用 这个是活不了的 当然呢 如果你去做这个眼 白棋接这个也没问题 现在黑棋叫吃 白棋可以接在里头了 这两个子 跟这边脚对杀 怎么看都是差异器 又不行 所以现在黑棋的问题要解决 想办法 怎么能让这个眼 怎样逃不回去 让黑棋 右边能有一个先手眼 这个时候就需要绝妙的活锡手段 通常思维已经不行了 因为什么 很简单 你做这个眼 他破这个 你提着他破这个 怎么都活不了 这个时候 干脆就 我什么都不走 我保留着那边 作演杀棋的变化 直接在脚里点 这个是浪子回头 金不换这个 第一妙手 点在这 反式白棋应手 这招是有用 因为什么 你这个先踢就没用了 这就回不了价 没什么好回头的了 人一吃这个 这时候再来点 为时万矣 你再点 谁还会傻的去接这个去 人家随便就补在外头去了 或者补在这 或者走在这 走什么你也活不了 这个地方 光提这个字 没有用 是假眼 这个妙就妙在哪了 化肤朽为神奇 我不提这个字 我先点 施应手 这是神来之彼 白棋如果接住 黑棋现在再提 这白棋是啥的 怎么一看 怎么变成一只线手眼了 这个非不不可 黑棋从容作火 这样呢 黑棋这个点四则其所 他先点 等你接上之后 他这个提就变成了先手 很有趣 所以黑棋点这个时候 白棋如果在脚里硬 黑棋千万别去吃这个 吃这个时候 人家理都不理 人家把这个眼一破 你就提了 这也只有一只真眼 一只假眼 还是死棋 不行的 但是我们看到 无论白棋 硬在哪 硬在这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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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你硬在哪 这个 就达到了 他的目的 什么目的呢 就是让你 这个子逃不回去 现在 这个和这个 无论和这个交换 和这个交换 和这个交换 完了之后 黑棋都可以做这只眼了 这个一做这只眼 我们发现 白棋这个已经逃不回去了 现在你在逃这个子的时候 他这个有用了 他可以从这儿较吃 这样呢 这个 黑棋就活了 所以这个点 是很精妙的 说白棋这个不能硬 直接就牵手了 这个一走 这留着这个吃 也不行 那白棋如果走在这儿 怎么样 黑棋如果现在提 白棋还是破这个眼 黑棋还是活不了 但是问题在哪 问题就是这一点 和这个交换之后啊 白棋脚里的气 已经被装进了 点完了之后 气装紧了 黑棋可以走这个 现在白棋如果再来接这个 黑棋这儿都可以 生出了扑的手段 扑 你只好提 再扑 你又只好提 黑棋再从这儿较吃 这就是无中生有的 这三个变成接不归了 变成接不归之后 这三个一提 黑棋就第二只眼出来了 这就是很精妙的地方 所以这一个点 非常妙 就是白棋接这个 这儿直接先收眼了 捕在这边 这儿已经有叫吃了 也是先收眼了 走这个 这边将来有接不归 也吃不掉了 所以走不好 首先就不走 白棋只好欺骗心 最大的也是最抢手 直接破外边这只眼 黑棋这个时候 走出第一庙时候 还不行 如果这个时候 第一庙时候 接着走这个笨招 这就又没用了 白棋到这里去吃这个 你等你提了之后 再破第二只眼 这个棋呢 又要死掉了 所以这个棋 不能去直接吃它 尽管它这个肉 已经在嘴里了 别吃 还要有第二庙手才行 第二庙手在这儿 脚上居然又出了一只眼 白棋只好吃这个 黑棋在吃人 这样脚里出了一只眼 边上一只眼 成功的做成了火棋 小剑的时候 如果你敢接这个 黑棋一拉回来 好了 有眼杀无眼 黑棋反倒把白棋杀了 所以这个棋 浪子回头金木焕 第一点妙手 第二点妙手 两招棋一走 这个棋死而复生 黑棋成功的做成了近火 今天节目 就请大家欣赏到这里 谢谢收看再见